最近我的朋友Monty医生告诉我 他吃了两个月的神通饮食感觉非常好 他还跟我讲一定要在亚马逊买一个能够检测 自己是不是进入神通状态的试剂盒 所以你能够保证你做的是对的 这个神通饮食给我们身体带来很多的生物学的变化 所以它是一定有一些迹象来告诉我们 我们是不是处在这样一个神通的状态 那么都有哪些表现呢 欢迎来到思维健康 健康是我们最大的财富 让我们一起管好它 我是杨医生 当我们这个身体进入到神通状态的时候 它会有一些明显的感觉和症状 有舒服的有不舒服的 那咱们就先说好的吧 首先就是减肥 大家在进行神通饮食的第一周就可能出现减肥 最主要的是身体里面储存的碳水化合物和水都被消耗了 身体开始用脂肪做燃料 只要你坚持这个神通饮食 并且控制热量的话 身体就会持续的减少脂肪 很多的减肥研究表明 在改用神通饮食的时候 你可能会经历一个短期的 甚至长期的体重下降 第二就是食欲减低 许多人他在生通饮食的时候 这个饥饿感下降 这可能是因为蛋白质和蔬菜的食物量增加 还有脂肪也会改变我们身体饥饿激素 同体本身也会影响大脑减少食欲 第三个就是注意力提高 虽然要几天和几周的时间 一旦你进入同体状态的话 那么大脑燃烧的就不是葡萄糖 而是同体 对大脑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燃料 它对有些大脑疾病 像脑震荡 癫尖 痴呆都会有帮助 所以长期使用生通饮食的人 他经常说他的头脑很清晰 大脑的功能有改善 当然了 因为生通饮食让你的血糖水平比较稳定 这个也对大脑的功能有帮助 那么有哪些不舒服的事呢 第一个就是失眠 很多人说他们刚开始减少碳水化合物的时候 就会出现失眠或者半夜醒过来 但是通常几个礼拜以后就会改善 一旦适应了这种饮食 他们的睡眠比以前应该更好 第二就是口臭 人们经常说他达到了完全的同症 就会出现口臭或者口腔有水果的味道 这就是因为这个铜体里面有一种是饼铜 它通过料液和呼吸排出体外 就会产生这种水果样的味道 第三就是要铜症流感 就是感觉在使用低碳水化合物的时候 会出现脑雾疲倦和感觉不实 就好像得了流感 所以有人把它叫做低碳水化合物流感 或者铜症流感 其实这些副作用是非常自然的 因为我们的身体几十年都在高碳水化合物 这样一个系统下运转 现在你完全改变了一个燃料系统 这种改变不是一下就能适应的 一般来说经过7到30天才能够完成这种转换 在这个过程中 大家可以补充一些电解质 至少1000毫克的钾和300毫克的煤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便秘和腹泻 大家这个生通饮食实际上跟我们平时常规吃的东西变化还是很大的 所以我们消化道会不适应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选择一些健康的低碳水化合物的蔬菜 这些蔬菜含有大量的纤维素 那么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什么办法来判断我们的同症状态呢 当然首先是血液检测 检测同症最可靠准确的方法就是它 它测量我们血液当中的β腔基丁酸 营养性同症就是在我们的血液里面 同体在每升血液里面0.5到3个摩尔 一定要强调是营养性同症 因为同症酸中毒那就成了病了 那对我们身体是有害的 那除了血液检测呢 还可以用呼吸分析仪来检测 它检测的是丙酮 不如血液准确但也是非常可靠的 最后一种方法呢 就是测量通过尿液排泄出来的酮体 这种方法呢快速又廉价 但是呢不是那么准确 总而言之吧 上面几个关键的迹象和症状 可以帮助你确定你是不是处在一个同症的状态 如果你正在减肥 也在享受你的生通饮食感觉到更健康 其实呢就没有必要去纠结你的同体的水平 欢迎您在留言区分享您用生通饮食的体会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 也请点赞转发和订阅 短力世界守护健康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